现在呢在新国会里头 立法院长韩国瑜他的满意度高达了58% 就连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都特别的称赞 好周万来说跟外界的刻板印象不同 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呢 韩国瑜这一个多月不但滴酒不沾 而且非常的守时让他很敬佩 但是呢立委庄瑞雄在质询的时候 针对韩国瑜没收质询权的争议 大骂周万来奔 好他质疑说为什么你不提醒韩国瑜呢 还批评韩国瑜的满意度 先被你扣掉了30% 好不过呢周万来他也强调韩国瑜没有错 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21号列席司法委员会 就总统国庆报告是否急问急答进行专题报告 不过总招吴宗宪在质询时天外飞来一鼻 对那个我们的韩院长一个多月 可以说打个分数 他不是外界所对他的那些评价 就他比外界所说连酒他都不沾 而且他会长手 这一个多月来我是会软轻变的 周万来对韩国瑜近一个月的表现 给予高评价 聊韩国瑜很轻松 但不是每个立委都对周万来好声好气 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就率先开轰 要周万来赶快动起来 测换总务处长 你有把营党建议吗 是不是你建议的 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连事全是在院长 你不是建议很多吗 钱钱的把这些 虎心帮啊 三个都拿出来 民进党立委庄瑞熊也质疑周万来 当初没有提醒韩国瑜 才闹出没收咨询权的争议 周万来在背询急问急答时 还多次要庄瑞熊先去看报告 气得庄瑞熊一度怒敲桌 骂不到韩国瑜就改骂周万来 庄瑞熊想当场洗脸 周万来依旧是笑面迎人 立委罗志强就建议他 可以再强势一点 蓝绿立委轮番指教 让周万来在攻防之际 还侧面倒出韩国瑜 不为人知的真实态度 也让大家知道 五成八的满意度不是假 记者任务中蔡平洋台北三号报道 好最近几份公布的民调都显示 其实这个韩国瑜 他的满意度都是高过不满意度的 我们来听一下前立委郭正亮的分析 他认为其实韩国瑜过去 被外界贴上了负面印象 包含说上班迟到 工作不认真等等 但是呢他在担任立法院长之后的表现 成功颠覆了这些既定的印象 证明自己也是经得起考验 秤职的一位国会议长 那比如说韩国瑜为什么会得分 我觉得大概有几个啦 这个就蛮明显的啦 比如说他用了周万来嘛 然后换掉了总务处长 这两件事对于他当立法院长 就是得分的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人的样子 那之前可能人家在他身上 给你贴很多刻板印象嘛 就这个人生活纪律散漫啊 乱七八糟啊等等 然后接下来看这次的慈刻薄事件 刚好是倒过来的 就是他比你还有纪律啊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看这些事情就是 因为目前他大概只需要验这两关嘛 就是做立法院长 像不像立法院长 那第二个就是 他真的是你所讲的那么不堪一级 生活散漫没有纪律 不能把事情做好的人吗 那显然不是 那这两点我觉得就逆了 那个绿营想要贴在 就造成年轻人对你的刻板印象 像这种这么低级低强度的 水尖包事件就要想要给人家颠覆 我看是你三立自己受伤吧 我看你是会自己受伤 这个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你如果是洪森案啊 林楚音啊 还有黄杰啊 硬要来跟韩国瑜这样对打 你自己会受伤 因为你没有那个分量 靖新闻日前公布了一份民调 分析了蓝绿白三党立委的表现 被说民众党立委的不满意度 高于蓝绿 不过呢民众党不是这样看 还特别发文要带大家看门道 认为把民调数字摊开 其实各党的不满意度 都是高于满意度的 而只有八位立委的民众党满意度 百分之三十四点二 几乎跟蓝绿追齐 可见得CP值很高 好但是呢对于民众党这样的解读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立刻发文了 他表示民调真的不能够这样解读啊 政府单位浪费公堂 是不是又多了一件呢 农业部去年针对了许巧新 引用专家的意见 表示说呢超私巴西进口蛋 可能会有致癌风险 指控政府谋财又害命 结果法院现在派农业部败诉了 我也会对许巧新提告 他直接讲政府谋财害命啊 去年九月 陈吉仲大动作 喊要告许巧新 结果反被法院认证 不管在刑事的官司 或是民事的官司 我都胜诉 反而是变成说呢 民进党政府被法院认证谋财害命 许巧新被告的就是这篇发文 当时引用专家意见 质疑超私的进口蛋可能致癌 因此批评政府谋财又害命 当时陈吉仲在媒体前的气焰 似乎没有延续到法庭上 政府与超私公司往返的所有公文 请他们提出来呈堂证供 农业部在法院里面竟然说 他们的本案重点是 有没有谋财害命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进来的都是安全的 害命耶 谋财 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都摊开来 全部的合约 全部的金额数字都摊开来 所以告人的时候很快 只有他们提供资料的时候 却扭扭捏捏又不敢 农业部交不出文件 早判败诉发出声明 表示 徐晓星已经修改部分内容 无继续上诉的理由 不想随陈吉仲打转 确实有可能 只是这让网友傻眼 直婚难道是法院认证 这些但会致癌吗 有政府会告人 更关键的是 说提告的人早就跑了 目前呢 我是零拜机 对方告我是屡告屡拜 农业部告我的两个官司 花的是不是公筒 这业者有花国难财吗 有花国难财吗 国难财吗 有没有发国难财 不知道 但诉讼的费用 是你我纳税人在买单 记者石温贤 张良浩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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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